再来一点葱花 芝麻 左手飘来右手船 会煮饭的男人最喜欢 大家好我是明 我又来了 蔬菜肉类样样多 米子麻辣的香菇 麻辣过瘾又解馋 又长嘎嘎好破饭 开干 先准备一个菇 丸子 鸡翅 鱿鱼 虾子 肥牛 海带 鸡翅 煮到这儿 现在把洗菜全部处理 先把肉的洗发菜 这个菜就跟吃火锅一样的 不知道什么讲究的 洗发的菜都可以往里放 当然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肉 蔬菜全是配给你们看的 虾子取出虾咸 把这个虾取掉 等会一蘸就糊了 这个是鱿鱼 不是白爪鱼 上次买的白爪鱼 书的时候是白鱼 这个书的时候是四个 四个鱼 四个鱼是鱿鱼 八个鱼是白爪鱼 等下来锅水 把土豆和莲藕 切成厚厚的剥片子 迅速放入清水中 避免氧化 便细 准备下炒料 葱姜蒜 全部切碎 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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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的九克花椒 二十克火锅料 配菜准备有洋葱芹菜 切碎 先点火 要点开店 锅烧空气加水 烧开 先下丸子鸡翅 五分钟以后放入蔬菜 鱿鱼 蔬菜煮两分钟以后全部捞出来 烧油 六层一碗下虾子 虾子蘸蔬菜捞出来不用 这个蘸完虾子的油更香 锅里放入所有炒料 放入香辣酱 不然就用豆瓣酱代替 放入所有的菜 放入配菜 放点盐巴,鸡筋 来点白糖提鲜 放入葱花 加入调教好的放点芝麻 来点花椒油 要走了起锅 再来点葱花 芝麻 一道下酒下饭的麻辣香锅送给大家 来咬开清油 要特别干 现在我整个爬货的香肠 再整个虾子 虾子还不爱吃 如果蘸的时候再摘焦一点的话 就不用出客客了哈 直接叫 嗯,这香肠 爬货都是你的搞动 那个三角牛肉管 三角牛肉管 把他再拌 哎呀,看到我清口就尝了 嗯 嗯 从这底下有油的地方了 果好油吃就要更巴适 嗯 麻辣香锅果然香啊 跟虾子变肉香又有四道理 嗯 我刚刚就说这个虾子比龙虾好吃啊 这个锅吃龙虾更好吃 嗯 你看,把老虾切肉 老虾饼 老虾饼 扣,扣嘛 啊 慢慢,慢慢的 不 不玩就可以 嗯 我要整个三角牛肉 最喜欢吃这个包形啊 啥子麻烦你了 哈哈 这些你听不懂吗 你听不懂吗 你看不懂吗 你看不懂的 你盘子就没点 嗯 从那边连 从屁股那边捏 从汤上面捏到的味道更好 像我们吃虾子不一定吃可以啊 最可可吃 不要吃啊 太可可吃了 学会这个麻辣香锅以后再也不用点外面了 这些那种味道绝对比外面巴适 这一个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办法,我要宣布农前行观众们 我刷我面,我面前这边,掰了个掰